汶訊 再汶訊 三汶訊 三汶訊 向受課法師宜溫訊 向佛宜溫訊 阿弥陀佛 請坐 大家先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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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益 願解如來真實益 各位法師各位聚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 那我們接著來講心經 好 翻過來 翻過來 往來寫 我沒有做椅子的命 不用 我要寫東西 好 我們上次講到這個 上次講到波爾 那麼 這個有所謂的三心 三心形六度三心是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以大悲心為根本 大悲心是以空性見 或是性空會 或是性空會 我們講性空會 為根本 那這個基本上 就是我們說的學佛三要 那菩提心就是波爾經裡面的 一切自製相應作意 相應作意 作意其實就是你發這個心 一切自就是佛 佛是一切自者 你要贈得像佛一樣的智慧 其實就是贈得阿妮多諾三馬三菩提 這個叫做一切自製相應作意 那麼大悲為上手 無所得為方便 這個是大波爾經裡面 講到菩薩的所謂三心 以無所得為方便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心經波爾 那波爾就是重點 就是照見五印皆空 乃至於知一切法空 那這個是這個波爾經裡面的一個核心 就是大聖一定是以菩提心為根本 那菩提心就是要度一切眾生的心 那麼菩提心為什麼一定要成佛 你正阿羅漢也可以理一切苦啊 但是是為了自立也要立他 那麼自覺也要決他 那麼是為了要立一切眾生 所以菩提心是以大悲心為根本 如果沒有大悲心 那個就是二乘 你正阿羅漢 就是大乘跟二乘 身穩跟菩薩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大悲心 所以菩提心以大悲心為根本 菩薩所圓 圓苦眾生 那麼大悲心怎麼樣才能大 就是必須要有性空位 你要有平等的性空位 你才能夠冤親平等 你才能夠若暖身 若胎身 若失身 若化身 若有色 若無色 若有想 若無想 皆令入無語內反而滅丟之 你才大得起來 叫無我無私 就是你必須要有性空位 那性空位就是知曉一切法無自信的智慧 那重點在五運 重點在五運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講 我們上次講到 那麼觀智在菩薩 行身波羅波羅蜜多時 造見五運皆空 那我們講到觀智在菩薩 那麼你要能夠造見五運皆空 誰能夠造見五運皆空 誰就是觀智在 那麼一個典範 學習的代表就是觀世音菩薩 他是已經造見五運皆空的人 那麼我們跟他學 我們如果也能造見五運皆空 我們就是觀智在 因觀而得智在 觀什麼 觀照五運無我 就是五運皆空 那麼現在 就是我們心經第一句 觀智在菩薩 那麼這個當然 這叫我們要這樣學 跟著這個菩薩學 那麼誰能觀 誰能觀照五運皆空 誰就得智在 所謂的智在 就是不再生死的物而得解脫 度一切苦惡 那麼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學的 如果我們現在這樣學 那麼我們其實也就是 未來的觀智在菩薩 那麼觀智在菩薩 現在我們要講的是這一句 行生波羅波羅蜜多史 觀智在菩薩 行生波羅波羅蜜多史 照見五運皆空 我們先講這裡 那 現在先來看這個 行生波羅波羅蜜多 這是波羅波羅蜜多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麼 行生 行當然是修行 我們說過三種波羅 如果大家沒有問去的話 波羅波羅蜜三種波羅 文字波羅 然後呢 觀照波羅 然後呢 石像波羅 對 那麼真正的波羅是這個 那麼這個是一等個正的實相叫波羅的 好 那麼行就是修行 這個是文 一切的修行不離開文思修 這個是詩跟修 這個就是正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在這個文的階段 然後要進入 然後從這個階段到這個階段 所以 詩就是 你必須要如理思維 要了解他在說什麼 要怎麼樣修 比如說我們在觀 五運無我 我們要怎麼觀 從哪裡觀起 那麼這個就是修 那麼修行 行當然就是修行 身為什麼叫做身呢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先來了解一個道理 就是 佛陀曾經跟阿難 身是哪裡在身 佛陀曾經跟阿難講 緣起聖聖 簡單講 涅槃聖聖復聖聖聖 就涅槃背復聖聖聖 就是聖聖復聖聖 好 那我們先來講這個聖的道理 這個行當然就是觀照 行就是觀照 所以要照見五運皆空 那麼他在修的時候 依這個文字般若在修的時候 那麼他必須要有聖聖的智慧 不二就是要有聖聖 聖聖基本上就是你要深入 深入的思維 如理的思維 我們只好常常在講 佛法的關鍵在思維 佛法的關鍵在思維 那麼思維必須有三個層次 要不然你就沒有得到 你很難得到聖聖的智慧 就是我們從經典文來的 他要透過思維 那麼思維本身一個如理思維 這個是最主要的 你道理一定要對 道理不對 你後來後面怎麼想都不對 就是你一開始拿花生去練油 拿多少花生就練多少油 你如果一開始拿石頭去練油 你再拿多少的石頭 加多大的火 煮多久都練不到油 就好像你一開始是拿水來喝 一開始喝了 喝一口就解一口的渴 如果你一開始是拿醬油來喝 你喝再多也解不了渴 越喝越渴 所以一定要先要如理 所以我早上才會跟大家講 我們比如說我們念那個座 你要想那念這個座到底有什麼道理 何不合乎道理 如理思維 重點在思維 可是單單如理思維就會有力量嗎 沒有 這個不夠深 不夠深刻 你很難相應 它這個是表面的 就好像那個木頭進過水而已 沒有 進不久 進不久 它不能入木三分 它蹭透不進去 你的智慧 入不了心 法入不了心 是因為 你只是表面的而已 你沒有入心 那怎麼樣才能入心呢 如理思維之後 要怎麼樣 要專精思維 要一心 不管做什麼都要一心 你在思維 你在懺悔 都要怎麼樣 專注虔誠一心 所以 要專精思維 所以 佛弟子常常去請問佛說法之後 常常說一句話 我問佛什麼道理 那麼 佛還沒跟他講 他就先跟佛說了 我問法後 獨一進出 專精思維 怎麼樣 不放益處 這佛弟子去祈願經社 去竹林經社 那麼 見了佛頭 問法 他先說 我問法後 我聽了佛跟我的開始後 我問法後 獨一進出 找一個安靜的地方 獨一進出 專精思維 好好的想 專心的想 把道理想清楚 因為你的心沒有力量 沒有辦法引發無肉慧 所以 無肉慧要在定的基礎上 最少最少也要無道 會道地定 第九柱心的 九柱心的第九柱心等詞 專精思維 不放益處 不放益處是什麼意思 就是 一直這樣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安住在這種 專精如理思維上 所以 這個專精的如理思維 先要如理思維 然後要專精的如理思維 然後要怎麼樣 不放益處 要怎麼樣 塑塑思維 一次又一次的 你不是想一遍 想不通就不想了 那你沒有專注 你沒有深入 我告訴你 你的智慧沒有辦法深 你沒有辦法行深 你的修行不入心啊 法不入心 心就沒有作用 所以我們常常 我們常常會 為什麼有些人聽了 馬上受用 因為他那個法入心 他那個深思細微 原來是這樣 他不用特別記 他不用特別記 他非常的清楚 他常常說說思維 就像你家 你家進你家的廚房 菜刀放哪裡 碟子放哪裡 油放哪裡 燈燈在哪裡 你是知道的 你用特別記嗎 不用 你不用特別記啊 你去到別人家 你就要記啊 哦還要找很久 你一開始學習佛法 好像進到別人家一樣 同時找不到啊 你只要用找不來啊 不行 你要很熟 就像你家的廚房 你家的臥室 你特別要記什麼東西 放在哪裡嗎 不用 那個就是你的東西 如果你修學的法 已經變成你生命中 就像你的呼吸的空氣 你的血液 那麼就在你的內心裡面 那個叫做神啊 那這個神從哪裡來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嘛 今天聽完了 明天就忘記了嘛 明天忘記還好耶 走出去就忘記了耶 那個 有些就是 從這邊進去 就這邊出去啦 有些這邊都進不去耶 那有些這邊進去 這邊進去 不行 這邊進去 要到心裡面來 就放在心裡面 這個才生啊 所以要必須怎麼樣 要塑塑思維 這個很重要 你的法沒有經過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塑塑思維 他起不了作用 為什麼佛弟子裡面 有些 這樣想 舍利佛目見人 不用超過一個七天 一個十五天 大家社也是十五天 就成了阿羅漢 那 差別在哪裡 那有一些想很久都沒辦法 有一些越想越煩惱 那這個在當然跟他訓練 跟他的訓練有關係 那你如果就是比較 比較想不通的 你就必須要這樣 我們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羅侯羅的故事 有講過嗎 羅侯羅佛陀叫他觀五臥 有嗎 對啊 他就是這樣啊 他自己這樣想 那麼想而不懂 還去講給別人聽 回來再想 從五韻想 從六處講 那麼從緣起想 這個叫做生 要如理思維 要專精思維 還要塑塑思維 如果沒有 那麼他沒有辦法生啊 就是不生克 那麼行生 為什麼要生 因為緣起聖聖 涅槃背負聖聖 就是聖聖復聖聖 一般我們是這麼說 緣起聖聖 涅槃聖 復聖聖 就簡單講說背負聖聖 那緣起 我們先來講這個 這個是 佛弟子去問法後 他都這麼講 我文法後獨一進出 請佛陀 請世尊為我說法 略說法要 我文法後獨一進出 專精思維 不放一咒 絕對不辜負世尊 你為我說法的期望 你隨便問一問 那聽一聽 那你問這些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你問了又不修 修了又不怎麼樣 又不修到究竟 像我們皈依 要有一個皈依禁 為什麼 我既然要皈依了 我就要怎麼樣 我就要究竟嘛 圓滿究竟嘛 對不對 我既然要做的 我就把它做好 我們講像儒家講的 有福學 學之佛無人服錯眼 我既然要學 我就把它學好 那麼 如果學不好 我就不要學 既然要學了 我就要把它學好 既然要皈依啊 我要怎麼樣 要皈依究竟啊 既然要受八官再見 要不然就在家看電視就好啦 對不對 那麼辛苦來這怎麼 那麼辛苦又不把它做好 那乾脆不要做啦 那意思就是這樣 那我要文法 我特地跑來 請佛為我說法 那說了 聽了歡喜而已喔 沒有意義 聽了就是要用的 那要用你就必須要怎麼樣 獨一進出 專精思維 不放一出 我們說過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跟怎麼樣 塑塑思維 要一次一次的專精如理思維 塑塑的專精如理思維 如果你能夠做得到 你就會有盛深的智慧 盛大的功德 好 那 我們先來講這個道理 我們現在要 我們現在要了解 的是這個五韻皆空 怎麼樣 以這個時候智慧 正在修觀照 就是在觀照波熱的時候 觀照什麼 觀照五韻皆空 那麼要怎麼樣深 那我們先來講 為什麼要有盛深的波熱 因為元起盛深 我們先來講元起的道理 這個部分是最主要的部分 後面都是在講 從五我延伸出來的 就是五韻皆空之後才延伸 後面那麼多 那麼重點在這裡 好 那我們先來講元起的道理 那麼元起有所謂的 流轉跟環面 流轉是什麼 流轉是什麼 流轉底下是什麼 流轉是生死流轉 它底下是什麼 有因有緣怎麼樣 世間集 這個很簡單 這個要 這個要非常熟 這個是根本道理 要像你家廚房的菜刀一樣 要非常熟 放在哪裡要非常熟 有因有緣怎麼樣 世間集 世間就是這個五韻世間 我們講世間有三種世間 哪三種 五韻世間 有情世間 然後呢 七世間 就是國土世間 那麼環面的呢 環面的是什麼 有因有緣世間滅 對 有因有緣世間滅 這個就是涅槃 這個是生死流轉 生死流轉 當然是凡夫的生死流轉 這個是涅槃環面 解脫 當然是聖者的涅槃環面 那麼 他說緣起盛生 緣起盛生就是什麼 生死流轉的這種現象 這種道理 非常的深 一般人不容易了解 就好像我們為什麼出現在這個世間 我們為什麼會受這些苦 我們為什麼一直重複的受苦 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 因為不知道 你採取的方式就錯誤 就好像你不知道 你以為是上天誓給我的 你以為是偶然發生的 所以你就求天 求神 求佛 去掉我的苦 其實不是的 那麼 這個叫做緣起盛生 就是你要了解眾生 生死輪迴的這樣的原因 這個道理很深 那麼你一定要了解了 滅盤聖生 復聖生 背復聖生 那我們先來了解這個 先講這個好了 那麼眾生為什麼生死流轉 我應該有大家跟他講過 為什麼我們會生死流轉 我們為什麼會有生死 根本原因是什麼 我見跟我愛 如果從十二支緣起 第一支是什麼 無名 什麼叫無名 不知道無我就是無名 你看 所以我見是生死的根本 照見無印皆空 知道無我 就是解脫的關鍵 那麼你對於怎樣的生死 無名原形 行原事 事原名色 名色原六路 六路原處 處原受 所原愛原取 取原有 有緣生老病死 悠悲苦惱 就是你對於這樣的現象 你不清楚 為什麼會有痛苦 為什麼會有煩惱 我見從哪裡來 為什麼會有我見 什麼是我見 怎麼樣去除我見 這個你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 所以 你就怎麼樣 不斷地生死流轉 那麼這個道理 聖身 那涅槃聖身 復聖身 你知道了這個道理 你還要關照 知道方法 你關照 你知道五印 現在我們知道了 五印是生死的根本 觀照五印皆空 是解脫的關鍵 那你還要怎麼樣 還要無理思維 受孫專精思維 受受思維 一律覆一律的修 你才能夠 徹底完全的知道 所以 你知道生死流轉的現象 它的原理 然後你關照五印無我 契入無我的真理 實相 契入實相 而正德涅槃 這樣聖身赴聖身 因為你要正德 你要了解緣起 你要單單這個五印 等一下我們就來講這個五印 就是這個我 我見我愛 我們要討論這個我 可能這一節 不知道講得完講不完 就是說 這樣的現象 我們要先理解 到底什麼是我 那道 因為佛法的核心在無我 一切賢聖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重點在無我 那你要知道無我 你必須先知道我 什麼是我 你才知道什麼是無我 那我 我就是一種生死現象 那我就是一種生死現象 所以有因有緣世間急 你必須先知道這個 你才能夠有 才知道有因有緣世間面 知道它的關鍵在哪裡 好 那 所以 所以 這裡講到 緣起聖身 涅盤聖身 復聖身 被復聖身 那你要行聖 所以才必須行聖波羅波羅蜜多 要有聖身 要有聖身的智慧 要有聖身的智慧 才能夠見到聖身的原理 才能夠震到聖身的涅盤 那這一句就是這樣 就行聖波羅波羅蜜多士 那我們說過 生 要從思維中來 三種思維 第一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什麼 是 你不要背給我聽而已 你要記在心裡面 好 回去要好好的想 好 那麼 現在來講這個我 我們來講這個我 照見五韻皆空 我們先講五韻 好 這個我 其實還蠻複雜的 那麼 阿涵經 雜案裡面講 若沙門婆羅門 既有我 一切 不管你是講什麼樣的我 基本上 不離開這個五韻 一切 一切 皆於 此五獸陰 既有我 五獸陰又叫做五曲韻 又叫做五韻 就翻譯的問題而已 也叫做五獸陰叫做五曲韻 或叫做五韻 就是我們的我見不外乎 就從這個身心結構 裡面去執著有這個我 那麼 若沙門婆羅門既有我 一切皆於此五獸陰既有我 既色是我 亦我相在 如是受享行事 是我亦我相在 它有三個 是我 亦我 相在 我們先來講這個我 先來講這個我 再來講這個無我 那麼就是 五韻就是我 我們先來看五韻 五韻只是 我們分析這個我 這個身心現象的其中一種而已 其他還有什麼 六獸 還有什麼 六戒 叫做韻觸戒 我們要來講 先講這個五韻 五韻是最多的 大家設解己佛所說的法 可以解脫的法 就只有四個部分 主要的四個部分而已 第一個就是專門講五韻無我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是講六處無我的 第三個就講圓起無我 包含四地 包含六戒無我 包含六戒無我 我們講圓起無我 我們講圓起無我 就是叫雜音聳 它有圓起四地 四十 最主要的就是五韻無我 六處無我 圓起無我 後面 第四個部分 是三十七道品 是我們修行 正得這個無我 除了觀照之外 你還必須有哪些加行 就是三十七道品 四念初五四正前 怎麼樣 有一個次第怎麼修 這是大家色 跟大家色帶領阿難等五百阿羅漢 解己佛所說 一切解脫最重要的法 基本上就講無我 跟怎麼贈得無我 就講這兩個而已 無我 什麼是無我 怎麼贈得無我 現在我們心經其實也在講這個道理 心經的範圍要廣一點 我們先講這個 是我 就是五韻就是我 離開五韻有一個我 亦我 離開五韻有一個我 五韻在我中 我在五韻中 我們大概先知道就好 因為這個我很複雜 我們慢慢先講 先講五韻 先講這個五韻 就是說 若沙門伯羅門既有我 一切皆於此五受雲既有我 那麼既色是我 既色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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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我相展 受想行事 是我 亦我相展 就五韻 那五韻是色受想行事 我們先來解決這個我的問題好了 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韻觸界講一下 佛法裡面分析這個我 我們現在可以這麼講 五韻無我 六觸無我 六戒無我 緣起無我 那一般部派他就依韻觸界來講 我們看五韻六觸 六戒 這個是身心的分析 那麼五韻是色受想行事 六觸是什麼 顏耳鼻舌生意 六戒是什麼 六戒是什麼 色受想行事 好 這個是心 這個是身 這個是心 這個是身 這個是心 這個是身 就是不外乎叫做物質跟精神的現象 物質跟精神的現象 好 這個只有一個是 但是地水火風空 這個是就物質情況來講 所以這個是降於物理性的 這個是 就一個心 那麼顏耳鼻舌生 這個叫做五根 這個是身理現象 這個是降於生理的 這個就是對我的分析 降於物理的分析 降於心理的生理的分析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心理的現象 叫做新手 降於心理的 這個是從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到底什麼是我 你要先分析了解什麼是我 你才能夠知道什麼是我 就好像你要先知道生死流轉 到底是怎麼來 你才知道怎麼樣緩滅 怎麼樣可以不流轉 一樣的道理嗎 那這個色 這個色你要看知道 這裡的生就是連結到這裡來 所以色底下有顏耳鼻舌生 地水火風空 那這個是跟這個意 就連結到這裡來 有受想行事 就心講的層面比較多 那這個是佛法從 這是分析我們的身心狀態 大概有這三種 叫做六戒 六觸 五運 那麼一般就表它叫做運觸戒 運觸戒 那這裡純粹就是觀的身心現象 那麼六觸 六觸除了這樣之外 它重點六根的目的在哪裡 因為根會對什麼六層 你看 根會對六層 眼對眼對什麼 眼對色 耳對身 色身香 我們看 我們這樣看 就是這個色底下 這個色底下 有六根 我們寫在這裡 主要是這個跟這個 色底下有六 詳細啦 有五根 一 耳 鼻 舌生 那麼它講根一定是連結到什麼 連結到層 因為你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聽到的 眼 色 身 相 味 處 所以這個色跟這個色不一樣 這個色跟這個色不一樣 這個色字指我們這個身體 包括眼耳鼻舌身 甚至包括色身相味處 都在色法 這個五蕴的色法裡面 那六觸的色是眼睛所對的色 那個不一樣 那個單純只是你所看到的東西 那個叫色 如果在五蕴的色法裡面 色身相味處眼耳鼻舌身 都是屬於五蕴的色 那這個要分喔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來講 處也是這樣 這個 這個色身相味處 這個叫做六根 這個意 後面的意根 意根 對 法層 那這個叫做根 六根 這個叫做什麼 六層 重點是這樣 那麼根層 六根接觸到六層 根層合合生什麼 生四 有六四 就會了別 根層合合生什麼 生六四 四就是了別 六四 這個六四 這個六四純粹只是了別 了別 這個眼所見到的色 了別 眼睛所見到的境界 叫做眼視 了別 耳朵所聽到的聲音叫耳視 了別 身體所接觸到的 冷熱 堅硬 暖硬 這個是深處 這個叫做深視 好 它重點在了別 所以 眼視 耳視 鼻視 蛇視 聲視 這個是意思 我們要把它 連起來看 那根層合合生事 根層合合生事 佛法都這麼講 我們要 我們要知道 我們是 生死是因為業 業是因為煩惱 煩惱 煩惱是因為我見 我愛 煩惱是因為我愛 我愛是因為我見 就是這樣來的 那我們一層一層去跟它剝開 一層一層去跟它了解 那麼根層合合生事 合合就是 氣應了 相對應了 我眼睛看到這個色法 我看到這個人 我好漂亮 我看到這些錢 我好多 我看到東西好好吃 聲音好好聽 就是這樣 跟層合合生事 就是其了別 那跟層事 合合呢 跟層合合生事 那跟層事合合呢 生什麼 生畜 了別之後 它會產生一種現象 對 觸就是對境界的認識 完整的認識 這個是觸 對境界 包括眼睛看到這個東西 耳朵聽到這個聲音 鼻子聽到這個聲音 然後其了別 他在罵我 他在讚嘆我 那這個人怎樣怎樣 開始整個認識 那麼這個叫觸 好 那麼根層事合合生觸 觸之後 就是你認識了這些境界之後 你會產生什麼性感 會有心所 心裡會有反應 觸具怎麼樣 受想思 就是這樣 這個是佛陀常常告訴我們的 觸具 觸生受想思 叫觸具受想思 那就在這裡啦 跟層事合合生觸 這個觸跟這個觸不一樣 跟層事合合生 這個 這個底下 這個底下 就有什麼 有觸 這個意不要 我們把它弄掉 有觸 六根都有 這個觸跟這個觸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 這個色跟這個色不一樣 這個色跟這個色不一樣 我們把這個插掉 這樣看比較清楚 這個你們超過了 這個跟層事合合生觸 這個觸跟這個觸不一樣 這個觸只是身體所接觸的 冷 熱 暖 硬這些 是這個觸 但是這個觸是 對境界的一個認識 那麼 開始會 這個觸也是新手 它開始會有反應 叫做受想思 這個行運 五運裡面的行運 它是新手 除了這個是最複雜的新手 這個新手 以私心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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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受 受就是苦 樂 不苦不樂 感受 我 我 我 這個人罵我 我聽到了 我知道他在罵我 觸 觸之後 我很生氣 我想他怎麼可以罵我 我 然後我 我開始想 思 我們講思想思想 他怎麼可以罵我 開始很生氣 動發生口 我也罵回他 那麼 當我在罵他的時候 那個叫做已經造業了 那個是透過這個 思之後 行新手 以私心所為主 那麼 除了受 然後 後來的佛法分析 這個 新手非常的多 十幾個 二十幾個 善的 惡的 非善非惡的 非常的多 那麼 但是 就是 除了受跟想之外的新手 都在行新手裡面 所謂行新手 其實就是我們的心理反應 心理作用 除了受跟想 其他的心理作用都在行新手 行新手 以私心所為主 有三個 又有三個層面 神律 決定 動發 神律師 決定師 動發師 神律 決定 動發 動發之後 就動發生口 就造業了 就是我們怎麼樣造業 怎麼樣起煩惱 起煩惱造業受苦 他不就是這樣嗎 苦就是有生死嗎 又說未來的生嗎 我們要瞭解 到底我們都是怎麼樣生死流轉的 有沒有瞭解這真現象呢 那 他根本原因就是 如果講簡單叫做 或業苦 或 業苦 苦 苦就是有生死 生死流轉輪迴 那麼他是由業 那業怎麼來 業是起煩惱來 那煩惱我們就在講那煩惱怎麼來 煩惱就是這樣來的 根層何而生事 根層是何而生處 處聚受想失 然後這個處叫做無名相應處 無名相應就是 你這個是沒有照見無印皆況的 你這個是以我見我愛為根本而起煩惱的 那麼他因為我見我愛為根本起煩惱 他就 他就會 累積未來生死的因 那麼如果你已經照見無印皆況 你一樣有處 佛陀也知道 佛陀也知道提伯達多要害他 也知道外道在罵他 他怎麼會不知道 他也是知道啊 他一樣有處啊 他不是沒有處 他一樣有眼睛啊 他一樣有眼睛 他一樣看到提伯達多 他一樣知道提伯達多在罵他 要害他 他不一樣啊 比我來講 講提伯達多好了 提伯達多是一個現象 他是佛弟子 如果是佛 佛看到提伯達多 阿難 提伯達多的弟弟是阿難 阿難是提伯達多的弟弟啊 提伯達多是阿難的親哥哥 阿難看到提伯達多 跟提伯達多的弟子 跟一般的佛弟子 跟一般的佛弟子 跟一般的佛弟子好 佛弟子 佛 佛阿難 那麼佛弟子 佛弟子裡面 比如說凡夫的弟子 跟聖者的弟子又不一樣 凡夫弟子跟聖者的弟子不一樣 我們講他的凡夫弟子 我們講他的凡夫弟子 比如說好 講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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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尼王好了 然後還沒正國的時候 波士尼王 那麼另外 提伯達多的弟子 提伯達多也有弟子 提伯達多在罵佛的時候 佛聽到了 阿難聽到了 佛弟子 波士尼王聽到了 提伯達多的弟子聽到了 他各有處 跟聖 耳根 聲音 你的耳根聽到提伯達多的聲音 在罵佛 你了別人 知道 耳士知道提伯達多在罵佛 佛 也有處 佛也有 跟聖是和何聲處 一樣有 他一樣有耳朵 他耳朵聽得到 聲音他聽得清楚 他也知道這個人是提伯達多 這個人現在在罵佛 他怎麼會不知道 他知道 但是你看 佛聽到了 他會有什麼反應 他只是知道 這個提伯達多 愚痴 他起煩惱了 他會不會生氣 不會 他會不會煩惱 不會 但是他知不知道提伯達多在罵他 知道 所以 佛一樣是處 但是他是名相應處 所以重點這個處 處跟獸 像獸 那麼你的苦獸 熱獸其實是由你的 冥無冥 尤其是心裡面的苦樂 基本上是由你冥無冥來 這個處 佛法講 在你認識境界的時候 因為煩惱都是 煩惱都是跟成事來的啊 你平常怎麼起煩惱的 剛才都是遇到境界才起煩惱的嘛 你平常沒有事不會起煩惱 坐在那裡會起煩惱是因為你想到過去的事 想到未來的事 那個是義跟法 那個是義跟法 雖然那個人沒有現前 但是你想到昨天那個人罵你 那個是 你昨天的境界 你把它提出來 看啊 義跟法 義跟法成 那還是會起煩惱 所以你的煩惱不外乌是 不外乌是跟成事 那麼一定要與你起了別 你不了別 這個人用文言罵你 我都聽不懂英語 我只知道他很生氣 我也不知道他在罵我 我會生氣嗎 我不會生氣 我都不曉得他在罵我 我怎麼會生氣 但是我聽 那個人翻譯給我聽 知道他在罵我 我就開始生氣了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因為事了別了 那麼產生什麼 無名相應促 名相應跟無名相應 重點是這裡 那你為什麼會有名無名 當然 名 就是你了知一切緣起 無我的道理 你知道這一切現象 都是因緣生 因緣滅的 幻化的 你並不會受這些現象的影響 但是你知道現在發生這些現象 好 所以 一樣提伯達多的佛 聽到提伯達多在罵他 阿難聽到提伯達多在罵他 阿難聽到提伯達多在罵他 阿難 是很恭敬佛的 可是這個又是他的親哥哥 所以佛是完全沒有愛證的 沒有愛證 無有愛證 沒有煩惱的 阿難 阿難 他就怎麼樣 又愛又恨 他 氣他哥哥為什麼要罵佛 因為他覺得佛被罵很無辜 可是他又是他哥哥 對提伯達多可能是又愛又恨 這個佛弟子如果是 比如說波斯尼爾 他聽到提伯達多要罵佛 他就很生氣了 他可能如果可以 他會把提伯達多怎麼樣 關起來或是 把他處罰 或是甚至其他的 其他的佛弟子 他就會咒罵提伯達多 跟著提伯達多起煩惱 提伯達多罵佛 他就罵提伯達多 一樣多罵 我們就會這樣喔 我們會這樣喔 那 所以這個是一般的 凡夫佛弟子 不一定不波斯尼爾 我們就舉例了 那提伯達多的弟子呢 就高興了 他覺得他師父說的對 佛不對 幫著師父罵佛 你看 一個境界 因為你的認識不同 你的感受不同 他有很多的無名相應處 那麼這個都各個起煩惱 除了佛之外 蛇利佛目見人當然也不會起煩惱 提伯達多有兩個弟子 專門在罵蛇利佛目見人 毀謗蛇利佛目見人 那麼當然他們也不會起煩惱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為什麼不會 當然就是你有緣起的觀念 沒有緣起的觀念 那麼你的生死 基本上就是因為你累積煩惱 那麼這些煩惱 動發生口造作惡業 這些惡業 讓你生死受苦 你有殺生的業 你就有短命多病的苦 你有偷盜的業 你就有貧窮悲賤的苦 你有血癮的業 你就有眷屬鬥亂的苦 那麼這一些種種的業 就讓你受種種的苦 那麼輪迴六道受種種的生死 那我們講緣起甚深 那麼這些道理 如果你沒有仔細的思維 你不了解因果關係是怎麼樣 佛教徒很多人都知道因果 但都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什麼是非因即因 緣起就是因果的道理 緣起就是因果的道理 什麼是非因即因 這樣做並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你卻認為這樣做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舉個例來講 我生病了 一般人生病了 第一個去藥師佛前面點一盞禪命燈 寫一張消災嚴壽的牌位 唸一部藥師經 綁一些五色線 然後就要怎麼樣 就要消災嚴壽 我問你 這樣做就可以消災嚴壽嗎 可以嗎 那個叫做什麼 非因即因 為什麼 你之所以短命多病 短命多病是一種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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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它是從哪裡來的 殺生來的嘛 不慈悲來的嘛 害人來的嘛 害心撐心殺心來的嘛 你有這個心 然後造作那個業 那麼造作這個殺業 傷害的業 殺生害命的業 是從這個業來的 所以你必須改正這個什麼 改正這樣的業 你才能夠不受那樣的苦 你要沒有那個業 你那個短命多病 又不是藥師佛造成的 所以你去求藥師佛 藥師佛給你加一點 加個五歲加個十歲 你送一部藥師金 就加個兩歲加個三歲 哪有可能這樣 所以這個就好像說 有些人 有些人他家的狗往生了 他幫他念佛 讓他超入到極樂世界 非因即因 你家的狗會做成狗 那麼如果要往生極樂世界 他必須要具足什麼 他必須要具足信願形 你有信願形 你家的狗沒有信願形 你要他往生 你跟他念佛他就能往生 那這是什麼道理 這個符合因果嗎 當然不符合 所以但是我們大部分都在做這樣的事啊 所以很多人其實不了解因果 緣起生生 因果業報的道理 很多人還是不清楚 因為這樣所有你的方法 很多都是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這樣做 這樣做是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的 你卻整天都這樣做 想要達到那樣的效果 有可能嗎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現在很流行的 你一心念佛就能往生 一心念佛就能往生嗎 很多人認為 你只要一心念佛就能往生了 沒有啊 如果念佛依五量壽經來講 念佛依五量壽經來講 五量壽經跟你講了 那如果是 如果是依這個 依這個阿彌陀經 那麼祖師認為 我一道是講 信願行 這是往生的三支兩 依五量壽經 三倍往生 都必須具足四個條件 這四個條件缺一不可 那四個 有講過嗎 沒有 我很多地方講 所以我到底講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 無量壽經講 三倍往生都要具足四個條件 這四個條件好像你出國一樣 要準備護照 沒有護照你出不了國 第二個 要準備機票 沒有機票 你也出不了國 第三個 飛機要有飛 飛機沒有飛 你有護照有機票也出不了國 第四個 你人要到 你沒有上飛機 你也出不了國 飛機 你的人 你的機票 你的護照 這個是不是出國的必備條件 你從這裡到那裡 你一定要具足這四個 少一個你都不行 你護照辦好了 機票買好了 飛機有有飛 但是你遲到 你沒有坐到那班飛機 你一樣不能到 是不是 那這個 你到了 機票也買好了 護照也買好了 但是 飛機停飛了 沒有飛 像現在疫情 飛機都停飛了 你也不能去 飛機有飛 你也到了 護照也拿了 沒有機票 又買不到機票 你也不能去 沒有護照也出不了 或是說我們講簽證 一樣 你護照簽證機票 跟飛機有飛 那麼基本上缺一不可 那麼無量壽經裡面講到 三倍往生 如果我們要往生 往生淨土 淨土其實很多淨土 但是我們現在就講 阿彌陀佛的淨土 這是我們最常 念佛的人最多 但是大家都想過 大家都想說 我一心念佛 回向花願就能往生 我告訴你 無量壽經不是這麼講 很多人甚至沒有回向 這是念佛就要往生 甚至你幫你的貓狗念佛 你就希望他往生 他連念都沒念 他連回向都沒有一下 你幫他念 他就能往生 那就更顛倒了 那你看 我們很多人都做這種事 沒有因果觀念 那我們現在來講 無量壽經講 我們剛才才念佛來而已嘛對不對 無量壽經講 念佛往生 必須要具足四種必備的條件 第一個 是什麼 三倍往生都要怎麼樣 發菩提心 有很多人念佛沒有發菩提心 什麼叫做發菩提心 你為什麼要去激烈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太苦了 我不想在這裡 趕快讓我離開 這個不是菩提心 這樣的心 這樣的心 如果以無量壽經來講 無量壽經來講 要發菩提心 三倍都要發菩提心 我們大概講就好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不是這個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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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修諸功德 他不是叫你念佛就好啊 沒有啊 那麼這些功德他不外乎是戒定慧 那麼清淨身口義善樂 勤修戒定慧 被熄滅貪真痴 那麼五戒十上不外乎這個 第三個 所以 這裡就分出 釜提心是一樣的 第三個我們先講 你們回去看無量壽經就知道了 第三個就是一向專念 當然你就是念阿彌陀佛 你不能念要師佛 然後要回向往生阿彌陀佛 那當然就不行了 那所以要一向專念 第四個就是什麼 回向發願 那我們通常只做到這個 那頂多做到這個 那你就要往生我告訴你 你好像少了簽證 跟少了機票一樣 去不了 那回向發願 你如果真的要往生 你除了一向專念 你還要回向發願 怨身彼國 這兩個 但是不是這兩個就可以了 那很多佛教徒只做到這兩個 沒有 要發菩提心 要修諸功德 從修諸功德裡面 才分上輩 中輩 下輩 像我們如果 像我們受八觀災界 他也是修諸功德的一個 如果你持著親近 你如果要往生 至少是中輩以上 當然 如果是上輩 他是什麼 上中下 上輩 中輩 下輩 上輩是大修功德 要修很多功德才能上輩 最主要就是要慧 最主要就是要慧 我們說過 不外乎是戒定慧 要有定慧 你才有辦法 一向專念就有定 那麼 要有慧 那麼中輩 就是要有戒 下輩至少要多少修善 要有福 那麼中輩 多少 中輩就修諸功德 中輩就是這個 修諸功德 上輩是要大修功德 中輩是修諸功德 下輩 多少修善 修善法 布施啊 這些 慈戒啊 都多少 多少修善 五亮壽君講的 不是我講的 五亮壽君講的 第三輩都要這樣 都要這樣 那麼上中下輩 差別在這裡 所以你們真的要念佛往生 要記起來 我們今天主題不再講這個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 佛法有講因果 這個是往生的因 往生是 往生淨土是果 往生的因 必須要記住這四個 所以因果的道理 很多佛弟子 基本上都是非因祭因 非果祭果 甚至認為這個 這個阿彌陀佛有發大願 你要念佛 甚至是十念 他就來接你了 沒有 他有講 要發佛提心 修諸功德 一向專念 回向發願 好 那我們現在回口頭來講 這個五韵 所以 煩惱 跟陳 是 合合生畜 畜聚 受想 失 神力 決定動發 動發就是動發生口造業 造業 我們就一業而感召生子 這個就是無名原形 講到最初的 因為帶著這個無名相應的 那麼 造業 所以無名原形 就是以我見我愛為主的煩惱 那麼發動生口造作惡業 雜染的業 那麼這些業 讓我們流轉於六道之中 生死不已 好 如果從佛法來講 他講 這個一切眾生 就是佛講 無死生死 皆是什麼 這樣 朱比丘 無死生死 無名所幹 愛解所信 長夜輪迴 應該講 眾生於無死生死 他是這麼說 我們如果照原文他是這樣 朱比丘 我們現在要找到 我們為什麼 起煩惱造業 為什麼會有生死 我們先把這個道理 先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生死的根本是我見我愛 解脫的關鍵在於 造見無運無我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 要學般若的問題作戰 只有智慧才能夠讓你造見無運無 才能夠在你在根層世 合合身處的時候 你能夠冥相應 而不是無冥相應 這樣你才能夠漸漸趨向解脫 朱比丘 這個是佛講的 應該是這樣 眾生 這個瓜虎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但是這樣比較好 一切眾生 無死生死 就一直生死生死不已 那是為什麼 無名所干 無名所干 愛 愛解所欣 我們說過 無名就是不知無我 有我愛 我見 我見有我愛 我愛有我所愛 我愛我所愛 就跟沉世合合 那麼 就起煩惱造業 那麼有業 業成熟受報 就生死六道 就這樣 無名所干 蓋就是父蓋 無名所干 愛解所欣 所以 因為 我見就會有我愛 我見就會起我愛 那麼 我見我愛 在 面對境界的時候 就會起煩惱造業 不斷的造業 不知道要停止造業 不知道要怎麼樣控制煩惱 那麼 你就 因這個不斷造業 不斷 不斷起煩惱造業的這個過程 你就會 感召 不斷的生死果報 造惡業越重 受的苦就越多 那麼 最多就到三二道去 到無間地義去 那麼最好 業少一點 但是還是有雜染 帶著有我的業 我見我愛 的業 雖然修界定位 最多到飛翔飛翔天 一樣不能離開生死 但是 這個就是 他講的根本所在 我們先了解 我是怎麼一回事 我有生死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 無名手蓋 愛解所細 所細福 覆蓋細福 煩惱細福 一切的煩惱 都以嘆愛為主 那麼 長夜輪迴 這個是簡單講 長夜輪迴 不知苦之本機 我不知道苦從哪裡來 我只是 受苦 那我一直苦 所以我們常常會講 以前 以前 我媽媽在受苦的時候 孩子不孝順 我到底上輩子造了什麼念 就會這麼講 那我們就會講 我到底是造了什麼念 我才會遇見你 我才會生下你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才會受這種苦 很多人不知道 你知道你現在為什麼受苦嗎 很多人也不知道 我們有種種的苦 有的知道 有的不知道 那我們常常會莫名其妙 我為什麼會受這種苦 但是我們信了佛之後 我們會覺得有業 我過去有造業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造了什麼業 你也不知道啊 這種其實 其實它都是有因有緣 但是我們知道 但不是很知道 所以因為這樣長夜輪迴 長夜就是什麼 一直以來沒停過 一直以來就這樣 一直領為 不知苦之本計 就是苦的根本在哪裡 就是我為什麼會受苦 所以我常常講 學佛 學佛 只要知道兩個道理就好 我為什麼會受苦 這是第一個 我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這是第二個 學佛就學這兩件嗎 知道我怎麼會受苦 這個就是生死流轉 知道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這個就是滅反反面啊 不是這樣嗎 這個必須先從知道怎麼受苦 你才知道怎麼不受苦 你知道你得的是什麼病 為什麼會生病 你才知道怎麼醫他 怎麼可以不生病 一樣的道理啊 那麼這個是簡單講 簡單講 就是朱比丘 一切眾生 無死生死 皆因皆有 無名所蓋 皆是無名所蓋 煩惱所 這個當然是我們家的 他經文是這樣 無死生死 無名所蓋 愛結所信 長夜輪迴 不知苦之本計 講我們現在的狀態 我們一直在受苦 一直在生死 一直在起煩惱 一直在造業 你都不知不覺 現在開始要察覺了 有起什麼煩惱 什麼叫煩惱 有哪些煩惱 我要起了哪些煩惱 如果我沒有辦法克制 我不起煩惱 我怎麼樣可以克制 我起煩惱的不造業 它是一個層次 我怎麼克制 因為你有時候沒有力 我們講 我無力 我常常講 我們會造惡業三個原因 因為無知 因為無力 因為無奈 學了佛之後知道 很多人還是不知道 很多人還是不知道 但是你慢慢學習 你慢慢知道 原來是這樣 不是你知道你就做得到 不是說 我們學佛 要學習觀音菩薩的大悲慈悲 要冤親平等 哪說冤親平等 就冤親平等那麼好 明天那個人罵你 喔你替我消夜帳 再罵你 喔對不起對不起 再罵你 喔我不發揮你 幫我當病貓 就這樣 我死人你而已 沒那麼容易啊 沒那麼容易啊 真的 所以我們還必須要了解我怎麼樣 怎麼樣可以起煩惱而不照願 那麼再進一步我怎麼樣不起煩惱 或是讓我煩惱的 我說過嗎 讓煩惱的時間 減短 縮短 讓煩惱的次數減少 讓煩惱的程度什麼 減輕 你要先做到這個樣子 你不是說不起煩惱就不起煩惱 沒有啊 有貪之有貪 有稱之有稱 你知道 還要做到少貪之少貪 少稱之少稱 然後慢慢才知道 無貪之無貪 無稱之無稱 這是一個過程啊 這個都是要透過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塑塑思維而來 要不然你做不到 你自己起煩惱你都不知道 你還知道怎麼樣去對峙煩惱 所以早上我們說八觀在街 要懺悔 你還必須要懺悔的前提是 你要知道 你要懺悔什麼罪 你為什麼造這個罪 你要先認錯啊 你沒認錯你要懺什麼悔 所以這個是重點 好 這個是簡單的講 還有細一點的講 詳細一點的講 我們是講到幾點 五點 我們先把這個講 這個我見的東西 他是這樣 他說 佛陀 我們說過佛陀在講 講這個例子的時候 通常都舉 舉兩類 一種叫做愚痴無聞凡夫 一種叫做什麼 多聞聖弟子 愚痴無聞凡夫就是不知道道理的 那一種多聞聖弟子 就是聽聞道理比較多的 了解的 愚痴無聞凡夫 他說 先了解生死到底是怎麼來 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愚痴無聞凡夫 無聞所附 愛緣所息 這個是簡單的講 這個是詳細的講 附跟蓋一樣 愛緣所息 他是愛傑所息 一樣 無聞所附 愛緣所息 得此事生 就是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事生就是什麼 五運生 我們這個身心到底怎麼來的 基本上無明為父 貪愛為母 才有這個來的 簡單講是這樣 得此事生 比無明不斷 他就告訴你原因 比無明不斷 就是你要能夠解脫 你要能夠 基本上我們前面講 那召見五運皆公就是明嘛 比無明不斷 假設 你有我見 有我愛 你要先從我愛開始斷 那當然你直接從我見斷 我愛就斷了 但是直接從我見斷 那個不容易 所以從我愛 我愛就要從 離欲開始 因為你所愛的就是什麼 就是無欲嘛 欲戒所愛的就是無欲嘛 你要所以八觀在這就是誰啊 先離欲清淨開始修 少益知主開始說 比無明不斷 愛緣不敬 他這裡是在講 無明所該愛緣者信 長夜淪迴不知苦之本盡 就不曉得到底為什麼會受苦 一直在受苦 那現在告訴你 比無明不斷 愛緣不敬 生壞命中 就是這一生死了 你下一生就繼續 這一次苦受完了 下一生苦再繼續 這個苦還沒受完 那一苦緊接而來 有些是這個苦剛受完 那一個苦就來了 這個苦還沒受完 那一個苦就來了 又來了 一下子同時很多苦 苦一個一個來 剛受苦沒有多久 等一下馬上又受苦了 就常常這樣 每次都這樣 做人也這樣 做動物也這樣 做國也這樣 神天也這樣 沒有出三界以前 你不可能履苦 那麼生壞命中 他講這個道理 紙赤粉繁夫 忽明所父 愛緣所欣 得此事繩 我們這個五蕴生 到底怎麼來 男的 女的 黑皮膚 黃皮膚 台灣人 中國人 美國人 有錢沒錢 父母好不好 兄弟姐妹有没有 这很复杂 都是有因有缘 都是一业沦迴 生坏命中凡父受生 还要再受生 那么受什么生不一定 看你造什么业 凡父受生 还会在什么 还会在受这个无印生 还受生故 不得解脱 生老病死 忧悲恼苦 只要有无印就有苦 只要有生就有苦 生坏命中还复生 这一生死掉了 下一生继续 生坏命中凡父受生 还受生故 不得解脱 生老病死 忧悲恼苦 忧悲恼的苦 种种的苦 爱别离 愿正慧 求不得 那么种种的苦 那这个是简单的讲 他说一切众生 无死生死 无命所盖 爱己所欲 长夜沦迴 不知苦出本去 详细的讲 就是讲这个 于次无人凡夫 直接跟你讲 因为你没有智慧 不晓得因果 不晓得为什么会受苦 不知苦之本去 那么无明所乎 爱缘所欲 我见我爱缠身 又不知道怎么去除 又不会去观照 又不会 又不会怎么样修 来扫益之主 来理喻清净 不知道 那么你这个身体 这样来的 你 我们早上讲 迷迷糊糊的过一生 颠颠倒倒的过一生 那么这个 烦烦恼恼的过一生 那你不是要过一三宝吗 没有 没有 这个就是无明所乎 爱缘所欲 那么假设 你不处理这个问题 你不处理 所以我们要学 心经就是这样 剥了清 要有智慧 要有界定位 你不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你问题的症结 你不处理 你生死痛苦的问题 一直都会存在 那后面他还有 他有个对照 我们这个就是插掉了 无明所盖 爱缘所欲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境 这是一般人的 那我们详细 他有个对照 他说 于此无法无明所乎 爱缘所欲 得此事生 比无明不断 爱缘不尽 生坏命中 凡复受身 还受身固 不得解脱 生老病死 悠悲劳苦 若有辖慧众生 你看 所以要有菠萝菠萝蜜 就是这样 要有很利的智慧 那么一般来讲 佛陀都是这么讲 于此无闻防复的对照 就是多闻圣地子 智慧 多闻圣地子 常常佛陀就讲 于此无闻防复怎么样 多闻圣地子怎么样 多闻圣地子就是名相应的 什么是多闻 多闻不是听很多 多闻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阿难式的多闻 听很多 一种不是 一种就是像罗后罗 他就知道五云无我 六处无我而已 就这样想 他没有听那么多 那么 这个多闻 什么是多闻 知道五云无我 就是多闻 多是什么 硕硕思维 一次又一次的 五云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这些你去一次又一次的深入 你知道五云无我 知道六处无我 知道缘起无我 这个叫多 重点在无我 阿难那个多闻是听闻很多经典 但是那个多闻 那个多闻不一定能解脱 真正的多闻 一般来讲多闻圣地子 多闻圣地子 这个是你如果看阿难经 常常佛陀都这么样的来讲 于此无闻防复复跟多闻圣地子 那我们配合这个点来就是 智慧多闻圣地子 智慧跟鱼痴嘛 无闻跟多闻嘛 凡夫跟圣地子 佛地子嘛 我们现在听了这个道理 我们就是智慧多闻的佛地子 我们当然还不是圣地子 我们是佛地子 但是佛陀都是这样讲 智慧多闻圣地子 多闻圣地子 那我们把这个当成佛地子 那当然他后面 这个是刚开始修是这样的 但是你决定可以向解脱 那么智慧就是多闻的 就是他讲若有辖慧的众生 无名不断 无名所护 爱云所欣 得此事生 一样哦 阿难的身体 阿难怎么会有这个来 一样是这样来 提伯达多的身体 也是这样来 都是 你现在这个身叫做果报身 叫做夜报身 这个五蕴身是夜报身 这个五蕴身 这个五蕴身是夜报身 夜报 这个夜报从哪里来 当然从这里来 无名所护 爱云所欣来 所以 多闻的圣地子 无名 他说若有辖慧众生 无名所护 爱云所欣 他一样 前面都一样 爱云所欣 得此事生 一样 一样这个五蕴身 有事之生 就是一样这个 有取事 得此事生 但是差别在于 大家都是无名所护 爱云所欣 但是 我 努力断无名 断爱云 比无名断 爱云近 你看 所以差别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 这样 这样去修我 比无名断 爱云近 就是他努力去 断这个无名跟贪爱 断尽无名跟贪爱 努力去修 去断这个无名跟他 比无名断爱云近 生坏命中 等到这样修 等到他生坏命中的时候 比无名断爱云近 生坏命中 不负受身 就不会怎么样 他能够正虐盘得解脱 就不会再受身了 不受身故 记得解脱 生老病死 又被脑苦 记得解脱 生老病死 又被脑苦 就是能解脱不能解脱 在于这个原因 那佛陀有讲 生老病死 又被脑苦 他说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怎么修 因为这个 他知道要断无名跟贪爱 他已经找到生死的关键了 解脱的关键 生死的根本 所以比先修犯恨 你看 正向尽苦 他说这个愚痴无恒凡夫 愚痴无恒凡夫 跟辖慧有智慧的众生 我们不是要行生 波罗 波罗蜜吗 那么这个就是辖慧 他知道 比无名断爱严禁 差别在哪里 这个 不修 这个有修 修什么 比先修犯恨 这个比不修犯恨 比先修犯恨 就是他要断这个无名跟贪爱之前 他要先离欲情境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受报官再见 是这个 受解脱的善根 他就是离欲嘛 总共我们讲 就叫离无欲嘛 这个是什么 对于我所的贪爱 我爱 我爱 对境界 我对境界的贪爱 是我所爱 那么你要先 所以重点是心 你要先离这个 我所爱 色身相畏处 这个是我所爱的嘛 妙色 妙生 妙相 妙味 妙处 你要先离那个懒拙 所以 爱缘所系啊 你不过就是被这些武艺所系服吗 你现在要试着解开 比先修犯恨 犯恨是什么 犯恨就是亲近恨了 那重点在离欲 我们一般讲犯恨 如果以 犯恨有时候是亲近 亲近的意思 那如果是犯天的犯恨 犯天的犯恨 他比先修犯恨 正向近苦 就是你要向解脱 你要离苦 你要有这个心啊 要有出离心啊 你都没有 你要断无名就断无名 你都不采取步骤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八观家界 为什么说 中解脱三根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道理 第二个 你要真的是这样去做 我是要有这个心的 那么你要有这个理解 就是要 因为你被武艺细服吗 你这个绳子不解开 一条一条解开 至少不要绑那么紧嘛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 一般我们讲犯恨 如果这个犯是大犯天的犯 犯恨基本上 他基本上是 如果佛法讲的犯恨有两种 一般是亲近恨 亲近 那亲近不爱乌神口欲亲近 那么重点是离欲 因为犯是在色戒嘛 你要到色戒亲近 你一定要离欲 就是离欲亲近嘛 你一定要离欲 离欲是离哪些欲 离五欲 就是五欲 八观再戒就是离五欲的 离欲 第二个 你到色戒一定要有定 一定要有禅定 你一定要禅定 要有不动 不动 因为离欲 第二个要有禅定 第三个要有什么 要有事无量心 要有慈悲 这三个 基本上是犯恨 但是犯恨也所谓也叫做佛陀的亲近 就类似像只是指亲近 身口欲亲近 但是他基本上是从离欲讲的 离欲亲近 好 所以 因为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解脱 他为什么可以解脱 生老病死又被脑苦 那么解脱不是我们死了之后才解脱 我现在称恨这个人 我现在知道这个因缘 我不起称恨了 我就在这个称恨的苦里面得解脱 是不是 早上我们忏悔 那么 因为我这个事情 干扰我很久 过爱我很久 我尽尽真正的忏悔 那么 我不会过爱在心上 我就从这件苦中得解脱 因为 它让我 一直产生忧悔 我现在透过忏悔 我不再忧悔 我就在这一种忧悔中得解脱 那么 一个烦恼 一个烦恼的解脱 一个小烦恼 一个小烦恼的不再执着 你才能够真正的得解脱 你这条绳子也绑 那条绳子也绑 你在那边打坐妄想 有一天 哄得一身 绳子自然断掉 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一定要从修行日常生活里面 会起的烦恼 不起 常常起的烦恼 少起 那么这样慢慢慢慢 离这个我爱的束缚 爱缘近 你这个也爱 那个也爱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这个也舍不得 那个也不是得 然后念佛说要往生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对娑婆世界 每一根草你都执着 然后就幻想 有一天我念佛念到 我们不能待在梭博世界 梭博世界了 就把我送到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你想的美 不可能吧 所以你要对于这些你所爱 执爱的东西 你要慢慢舍 这个才有办法 你才有办法 你的智慧要从这边慢慢培养起来 智慧就是不起烦恼的能力 不造业的能力 那当然根本是 你慢慢知道 这个五蕴都是合合的 它不是那么实在 但是你要从这一些 所以你要先修犯任 正向尽苦 才能够究竟念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先稍微 先讲一下 人就是所谓的元起圣生 因为我们讲到行生 波罗波罗蜜 讲到这个烦恼 我们造业 怎么一种方 怎么一种元起 后面我们讲到我 这个我也很复杂 这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这个下一次讲的这个我见 就更稍微又复杂一点点 那没关系 就是我们这样慢慢懂一点点 懂一点点 那就是 回去之后要努力思维 要专心思维 要硕硕思维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